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芋头饭 我曾经在福建的闽南地区住过几年 那里很流行吃芋头饭,当然现在的都是豪华版的 以前没有那么多肉,还有其他的香菇海米什么的 但是不管怎么变化,用红葱头炸的香酥葱油总是有的 一般做芋头饭的时候用的是普通大米 但是我们家吃的时候我总是用糙米吃起来也不错 所以我今天还是用糙米来给大家做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先把糙米洗干净,然后泡在清水里 不用泡很长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来准备其他的配料 先把香肠切成小丁 然后把香菇也切成小丁 另外我们还有海米也有人叫虾米都把它切成小丁 大蒜把它都切碎,洋葱去皮 然后把它切开,不用切得太小 这样我们的配菜就准备好了 浸泡虾米和香菇的水留着备用 把芋头去皮 因为我有点过敏手会痒,所以戴手套 如果你没事的话不戴手套也行 把它们都切块,然后用水洗干净 不要反复冲洗,那样把淀粉都洗掉就不太好吃了 尽量用这种小芋头来做,因为小芋头比较软糯更好吃 锅里加油 如果你觉得太少可以多加一点 用小火把洋葱炸成金黄色的 然后备用 锅里的葱油,现在下蒜蓉炒一炒 加香肠,虾米,还有香菇 一起把它们都炒香 把泡过的糙米滤干水分 下到锅里头 然后一起翻炒 现在加生抽 再加老抽 加盐 如果你不太确认你的口味咸淡可以先少加 然后再继续翻炒 现在加入浸泡虾米和香菇的水 最后加芋头 也有人喜欢先加芋头,再炒香肠香菇什么的时候就下 但是我自己喜欢吃这种不太有葱油味的软糯的那种芋头 加盖,中火焖煮10分钟左右 让大米吸收尽可能多的汤汁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到电饭锅里头了 加入500毫升的水,如果是普通大米可以稍微少加一点 因为糙米不是特别容易煮 加盖,做饭 熟了以后加一点点白胡椒粉 把它搅拌一下,如果不喜欢胡椒当然可以不加 这时候你看芋头软烂,米饭香喷喷的 盛到碗里 表面加上炸好的红葱头 这样我们的芋头饭就做好了 软糯的芋头,加上松软的米饭 还有脆香的红葱头 非常健康,也非常的开胃好吃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